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薛月山和戴志强本来满怀期待 对孙建周这几个人也十分热情 可是听到对方提出的要求不禁都变了脸色 孙建周提出的是 要大量引进红花石蒜这种花卉 到大连开发区大面积种植 同时还要购买一大批的园艺工具 薛月山就问道 孙女长啊 你说引进这种花种在城市里大面积种植 这是等真吗 当然了 这怎么可能是开玩笑呢 我上次来兰京植物园考察 就发现这种花了 太漂亮了 把家讲照片带回去给同事们看 大家都说不错 大连的城市规划一直都走在全国前列 我们这次开发区的园林规划 要做到全大连市的典范 寻常的花草植物不行 要别具一格的 红花石蒜我觉得就不错 火红火红的一大片 看着就洗清 那你可知道这种花代表什么含义吗 含义 还有什么含义啊 戴志强忽然插嘴说 能有什么含义啊 每种花都会有花语 不过都是人为杜撰的 孙局长如果感兴趣 这种花我们公司就有很多 品种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 你在植物园看到那些红花石蒜 就是我们公司栽种的 是吗 孙莲不乐意了 哎 我说代经理啊 做人做事要厚道一点 论品种 我们公司种这种花可比你们早 动物园山坡上那些花 有一半可是我们公司的 咱们两家是一家出了一半 就算孙局长要引进 也得是我们公平竞争 少耍没用的伎俩 戴志强脸皮很厚 一笑了之 站在孙建州身后的 那个高个男子插话了 那么 谁给我们解释一下 红花石蒜的花语是什么呀 难道还有什么说法吗 他相貌出众 气语不凡 一开口就让人不禁多看几眼 几个人犹豫了一下 薛月山说 要我说啊 这种花只适合小范围种植 满足一下猎奇就够了 用于城市绿化嘛 我个人不推荐 丁千万 薛老板能不能说说原因呢 这种花 看着虽然好看 寓意不太好 通常都叫它死人花 还有个名字叫做 老子不相往来 光听名字就可想而知了 过去啊 只有坟地里会生长这种花的 是一种灵异气息很重的花 被认为是不祥的植物 总是在植物园公园里还行 要是在城市里中 恐怕会影响风水啊 戴志强哈哈大笑 这年头谁还相信 封建迷信那套东西啊 还风水呢 人家外国人从来不知道 什么风水不风水的 不还是过得好好的吗 薛岳山眼角威廉 闪出一丝寒意就说 原来戴老板还是唯物主义者呀 能干到今天的程度不简单呢 过奖过奖 咱们其他的用不着说 反正只要孙局长 不信那些迷信传说 你们需要多少 我就能提供多少 孙剑舟问 可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培育啊 这东西好养活嘛 这个不担心 我可以为你提供专业园艺师 手把手地给你们的园艺师 进行培训 完全免费 当然 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的窍门 戴志强说到这儿 那张保养甚好的脸上 寄出一丝脚结 压低声音说 你可以弄一些腐烂发出的东西 埋在土里 每隔一两年就弄一回 这花就会长得特别好 都用不着特别适合 丁钱插话说 懒肉也可以吗 当然了 臭血臭肉的是最好不过 我亲自试验过 随便网图里埋 这花稍不死 如果是人肉呢 戴志强一愣 丑日盯前凝视几秒钟 忽然哈哈大笑 你能弄到的话 当然可以了 要不怎么叫死人花呢 要我说啊 应该叫吃人花 叫起来多响亮啊 郭荣荣有点忍不住了 直往前凑 也想问话 被丁钱悄悄答案住了 丁钱看了看 孙剑舟和柳飞 两个人心领神会 孙剑舟暂时跳到下一个话题 对薛月山和戴志强提出 要引进一批园艺工具 而且孙剑舟还提出一个要求 希望两家公司 把所有销售的工具样品 现在就拿来一套 要当场试验 好不好用 这些工具 本来都大同小异 通常采购方呢 也是去公司实地看货 像孙剑舟这样的要求 薛月山和戴志强 都有些纳闷 但是考虑到对方是大客户 也都没有提出异议 马上打电话给公司 让人把工具带过来 说话的功夫就到下午了 宗主任在食堂款待大家吃过午饭 两个公司各自用货车 把工具都拉过来了 等到到楼下验货的时候 孙剑舟和丁钱就不吭声了 反而是刘飞出来了 他对其他工具都不感兴趣 只关心高支简 详细询问每一把高支简的用法 还有亲自试验试验 戴志强给柳飞介绍了一款 最新式的高支简 结构就好像一个长杆的小短具 他说这种高支简十分方便 而且亲自示范 找了一棵矮树 举着高支简轻轻动动手指 短具就把树枝给锯断了 柳飞摇了摇头 选了一把最普通的 看着简口大小合适 简柄也够长 拿出来掂量掂量 就问道 我想试试这个 这个是老式的 很快就淘汰了 戴志强对柏力的东西是不感兴趣 朝秘书小微微说 你去 小微微很不情愿 但不敢执拗老板的意思 气呼呼地从柳飞手里 接过沉甸甸的高支简 找了一个小树枝 咔嚓一下就剪断了 这个太细了 柳飞不满意 指着一个有悲口粗细的大树枝 就说 给我剪这个 喂 你这不是成金刁难人吗 小微微撅着嘴 求助地望着老板 希望他这时候出来给他撑腰 这可是他坐在他的大腿上的时候 他亲口说的 戴志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就说 顾客是上帝 让你弄就弄 哪那么多废话 小微微狠狠瞪了柳飞一眼 拿着剪刀比量了半天 只是弄掉了一层树皮 就说 谁来帮帮我呀 小微微又急又急 眼泪汪汪地快哭了 周围人大都看着 没有帮忙的意思 终于 薛月山的儿子薛华走了过去 抓住高支简的长柄 不小心还抓了小微微的手 他就好像没察觉到一样 脸上露出了深刻的笑意 帮着小微微一起 把树枝剪断了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